3月份这一集我们讲一下走线 大家网上都知道走线就是现时很流行 就是在图上看到 由中国先飞去土耳其又或者其他地方 然后去辰转再飞到南美洲 南美洲还要上回中美洲 然后还要行三天的雨林 还要是一晚的加勒比海波涂洶涌 然后再要是游泳过河 然后还要去到美国边境 要爬过一些有势刺的铁丝网 然后才可以到美国 听这个YouTube上面很多的访问 基本上整个过程是要成二十多三十日 我看完之后发觉 真的必须和大家分享一下 原来加拿大是完全轻松愉快很多 先讲美国 首先我本人在美国读书 华盛顿州立大学 一个百年人在读书 对美国是比较了解的 美国如果你去到的话 他接不接受你的申请 是要三个月时间 而加拿大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到三天就搞定了 美国第一轮申请大概用四年的时间 看看需要不需要赶你走 即是你是否恐怖分子或坏分子 然后再用六年的时间 审批你的申请 头美成十年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五 这些全部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但是你为了打工 赚了十年的美金 不为过 但是纯粹为了移民 这样走法十年才为了移民 对于一些本身是技术专才 经理老板好像有点不太适合 还有那十年里面你还不可以离开美国 一离开的话取消申请 相对加拿大来说是怎样呢 我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顾问 做了成三十年了 加拿大你一进来说 如果是要申请难民及保护的话 是基本上一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内 就要告诉你 大部分是立即给你的了 即是接受你申请 未批的 接受你申请 然后大概在一到两个月之内 就给工作签证给你 有时候一个礼拜 现在美国要一年 然后怎样呢 在审批整个过程来说 原来多久呢 平均来说再等多五个月 即是前面七个月都全部批准了 那当然啦 那那个成功率是怎样呢 那最近我自己看到 我自己亲手做的个案呢 是药莫达100个个案里面 98个基本是直接批准的 剩下两个呢 一个呢 就中间失去中 不知道它去哪 另外一个呢 据我所知呢 就回到中国大陆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成功率 那另外一方面 在加拿大这方面呢 来到呢 就全部医疗免费给了你 中小学生读书 或者幼稚园呢 即刻免费读书 小朋友 然后呢 就是成年人呢 如果你和政府一申请 说你没钱的话呢 平均一个月 给1200到1300元现金 是津贴你的生活的 那如果你没得住的话呢 和政府说呢 政府还有这个住屋安排 加拿大的福利呢 就是太多了 那至于美国方面的福利呢 不好意思 本小弟是温哥华这边 就是专家 美国那方面的福利呢 我就不太知道 所以希望呢 如果网友知道的 可以分享一下 那另外呢 如果来加拿大申请的话 条件是怎样呢 你不可以有第二本 你只得中国护照 或者香港护照 那就可以了 BNO不算 BNO不是护照 旅行文件而已 那还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去了美国 申请了难民及保护 你再过来加拿大申请呢 对不住 趕你走的 所以呢 要么就直接来加拿大申请 然后呢 就不要说在美国去完 去完美国申请再来加拿大 就不行的 因为大家理解 清了加拿大的难民及保护 日后可不可以回中国和香港呢 我讲一些例证给大家听 如果你短暂回去 还有你有足够理由呢 正式来说 加拿大政府很少追究你 我所见的过往都是 拿了新闻之后 一两年 两三年都不愿意回来 在这样的时候 加拿大政府当然觉得 喂 你之前说怕回去的 你现在回去 虽然追究的是加拿大政府 但是加拿大政府 就很讲道理的 下面呢 我放了一个连接 就是我受本地 加拿大中文电台访问 都几次的了 每一次访问都成九个钟头 是讲解9697移民法案 大家不妨可以听下 还有也有方法 联络加拿大的移民部的连接 和联络我们公司的连接 都放在下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